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。 今日,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著名粤语片《舞打女星》, 于素秋女士的生平和故事,希望大家喜欢。 于素秋曾经主演的电影,继续表列如下。 140.劍神传上集,1963年,《色珠玲》。 141.两个东宫增太子,1963年,《色曼女红》。 142.铁岩双陵上集,1963年,《色铁首荣》。 143.铁岩双陵下集,1963年,《色铁首荣》。 144.龙虎下江南上集,1963年,《色司马玉仪》。 司马长英。145.龙虎下江南大结局,1963年,《色司马玉仪》。 146.武冠安,1963年,《色楚云》。 147.英娥杀嫂,1963年,《色林英娥》。 148.七剑镇江湖,1963年,《色黑衣女合玉宴》。 149.黑吴公,1963年,《色彩霓剑桂玉玉嬌》。 1510.天剑神笔,1963年,《色罗撒女冷月明》。 151.飞剑神龙,1963年,《色孙子娥》。 152.火烧红莲子,1963年,《色金链珠》。 153.霹剑金链剑上集,1963年,《色陈飘霞》。 154.感受天堂,1964年,《色探掌女友》。 155.海底龙吟剑上集,1964年,《色冷如霜,无情剑》。 156.海底龙吟剑下集,1964年,《色冷如霜,无情剑》。 157.三个正公救太子上集,1964年,《色李妙宁》。 158.三个正公救太子下集,1964年,《色李妙宁》。 159.龙虎镇江南上集,1964年,《色司马玉宜》。 反串司马长英。 160.龙虎镇江南下集,1964年,《色司马玉宜》。 反串司马长英。 161.孙吴空七打九尾湖。 1964年,《色九尾仙湖》。 162.女合脱脱而上集,1964年,《色脱脱而》。 163.女合脱脱而大结局,1964年,《色脱脱而》。 164.如来神掌下集,1964年,《色球玉华》。 165.如来神掌上集,1964年,《色球玉华》。 166.如来神掌第四集,1964年,《色球玉华》。 167.如来神掌第三集,1964年,《色球玉华》。 168.魔公神掌上集,1964年,《色软玉华》。 169.魔公神掌大结局,1964年,《色软玉华》。 178.远春兰。 178.七宝金刚剑,1964年,《色夏无双》。 171.振振美人威,1964年,《色图日清》。 172.龙江三府上集,1964年,《色玉面府》。 173.龙江三府下集,1964年,《色玉面府》。 174.Picnic长眉上集,1964年,《色陈艳雄》。 各位,关于于素秋女士的生平故事,和她的演艺作品,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 下一集我们会继续讲述于素秋的生平和她的作品。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,不要错过。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条片,就请大家给个like我们,和分享给你的朋友。 同时,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这个阿N与阿N频道。 和记得按下个铃铃,那我们每次出片,YouTube都会自动即时通知你们。 好,拜拜。我们下一条片见。 。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